9月18日,星期六的鳄鱼淡 各位老伙企,小時候不知你有沒有像老惡 在家裡玩一些不臉童的嗜好 養一些不臉童的生物 然後做一些生物的report,桃野生情 就好像養金魚那樣好玩 養金魚的確有五萬六色不同形狀,在金魚缸裡游刃 當你餵牠的時候,牠很雀躍地蒲上水面 當然餵紅蟲也好,餵乾糧也好,餵牠吃楓然蝦也好 吃完之後當然會排泄 那些又肥又大的金魚就排泄一條又長又黑 又不想斷的大士 當然要等著大魚和江門搖一搖一搖一搖 其他小金魚就蜂蝦地衝上去 看著這條金魚的江門 那條大士就衝過去,就拙了牠來吃 立即疑何下起,想也不想就下肚 等著其他大魚又再餵糞又再吃 這麼賤格,喜歡絕糞的按鈎 我當時覺得真有趣,大自然在做物主的創造之下 有這麼多有趣的東西,有待我們在不同的生物裏面去考證和發掘 在你們的生活裏面都得到很多樂趣 但我在想,除了金魚喜歡有一個絕糞和食糞的嗜好之外 究竟在地球上有沒有生物,都有這種絕糞和食糞的皮勝 究竟在昨天9月16日,民建聯衝出來賤 又說一些他們特別的獨有見解的時候 我發覺原來民建聯的份子都好像金魚一樣 喜歡衝出去絕糞 又臭又長的大使,他們第一時間飽食軟揚 立刻一聲衝下去,絕糞了來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民建聯作為一個忠誠的廢物 並不是浪得虛名的 大陸佬叫他走東,他絕對不敢去走西 大陸佬叫他跪陷,他絕對不敢躺下 躺著被人顏射 最能聽話的忠誠的廢物 剛剛他們在前兩天發佈了他們的殺友街示 好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 發覺原來香港竟然有一些這樣的現象 立刻跟傳媒的記者朋友交代一下 說什麼呢? 原來他做了一個網上調查 發覺香港的青少年都有玩網上的遊戲 手機遊戲的嗜好和習慣 五成的青少年打機每天超過三小時 有兩成的青少年打機超過五小時以上 而在他受訪的對象中 這個網上調查Find out 20%,20% 亦有課金的習慣 在這種情況下 我就立刻要看看 究竟這個sample size是多少呢? 原來民建聯訪問了463個中小學的家長 而這些家長 經他們的授訪中 Find out 告訴民建聯 剛才的Find out 換句話說 這個調查不是直接跟香港的中小學生 做這個Research 而是問了他父母 是隔了涉 你別問了印傭和菲傭的姐姐 或者問他的班主任 老實說我也很奇怪 究竟他父母知不知道他是否真的打機 還是他上網還是網上網 因為老實說現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亦都很Rely on online 去找Research 學習 是不是真的兩個幾小時 甚至五個小時 都是沉迷去打機 都有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說回這個sample size的家長 他就說 這班小戶受訪者的子女 那些都是沉迷玩這些網絡的遊戲 而有七成的受訪的家長 認為打機令到他的學業退縱步 有九成的這些塞頭皮的家長 就說希望政府可以立例 規範這些中小學的學生 不想好繼續沉迷打機下去 亦都有九成半 換句話說 四百多個家長 問他們差不多絕大部份 都認為打機是由危害健康 那麼打飛機又行嗎 不想行嗎 八成也覺得因為小朋友打機 就跟那些全家產的關係 就很惡劣 包皮 這樣的情況 首先告訴大家 其實民建聯不需要這麼狠狗 做一個Research 浪費錢 不過當然 他的錢是吊你老尾 不需要知道從哪裡來的 就是吊你老尾冤枉來 就瘟疫去 浪費了就行了 其實你可以問各大Media Agency 同時他們都有這個Media Index 可以告訴大家 差不多每個月 他都會問一問青少年的sample size 知道現在他們這些上網的習慣 究竟是怎樣的 那麼現在其實這個sample size 四百多 你說是否合理 其實最少一個網上調查 最重要的minimum的這個pool 起碼都要去到五百 但是你中小學生兩個最不認同的社群 香港由這個十歲至十四歲 有十七十五萬七千七百人那麼多 而這個十五至十九歲的青少年 有十三萬二那麼多 換句話說 現在四百多個家長已經非常去剪接 如果你問我要做一個網上調查 就是一個proprietary study 是經我自己做的 我起碼這個十至十四歲要找五百人 而這個十四之後到十五至十九歲 亦都要找五百人 自有代表制 因為兩邊的人根本是不認同的behavior demographic你又沒有人公佈 geographic你又沒有人公佈 你在這個赤柱 豹宅區的青少年 和你在一個天水圍的豹宅區的青少年 大家可能玩的時候都有不認同 所以這個research可以老老老實實告訴大家 就是廢拉柴的 就是不認同專業 不認同有水準 亦都是不認同科技 就好像民戰聯這班的混蛋 忠誠的死廢物 沒有用 沒有方法 廢拉柴和go up 完全沒有代表性 和絕對沒有這個credibility 所以說完這件事 就是多救餘 不用理會他 當然這些忠誠的廢物 為什麼要第一時間衝出來 就是廢拉你的老闆 希望政府立法 規管這些廢拉柴的網上的遊戲 或者遊戲的供應商 原來都是廢拉柴的 跟著大隊 大陸佬說什麼 他們就說什麼 總之大陸佬叫你 屌你什麼去死 你就跟著跳海 可以的 我剛才說 甘雨那條屎 他馬上拙了下肚 就屌你老母 這種同一個behavior 大陸現在提倡 就是要限打機 甚至無要拾明濟 每一個星期 就只有五、六日 三日 每天一個小時 給小朋友去打遊戲機 還要是真真正正的戶口 indicate 你到底是誰 假日也可以 屌你什麼紅一 給你多打一個中球機 限制小朋友 屌你什麼打遊戲機的behavior 民建聯的大佬 屌你阿公 這樣說話 就跟著去做 做禍應 做啦啦隊 有沒有想過 究竟習近平現在要嚴打 大陸裡面的青少年 不想他們要打一個遊戲機 網上遊戲手遊 什麼事 究竟什麼不合理 究竟屌你又無效 究竟屌你對世界裡面有什麼影響 不夠你 總之屌你 甚至無這些是市政 垃圾的這些決定 他們都屌你 拍手掌 支持屌你阿公 這樣去做 這些就是給他們的 這些中共的 蛋頭學者 田飛龍就這樣笑咬你們這些傢伙 沒有腦袋 忠誠的廢物 說你又不聽 聽你又不明白 說你又不做 做你又做錯 是不是好似這些 這些傢伙 真本就是廢物 明知阿公做錯 你都要跟 就活該你們這些傢伙 死了 當然 你現在在香港裡面 去提倡要這樣做 亦都是非常 人知屌你老闆 理你都四婆 大陸都走不走 我真是很想了解 究竟你們這些傢伙 是屌你老拼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 大陸就屌你老闆 眾志無提倡 不夠好學英文 以及屌你老闆 不夠准補習 那你老闆就是 你們這些蜜嘴 是不是應該要叫你的子侄 不要學英文 以及屌你老闆 不夠好讓他們補習 李慧琼你的子女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屌你老闆多夠餘 大陸現在屌你老闆 中共提倡 你們這些蜜嘴 千萬不要想 屌你老闆 有外國的國籍 你們這些賊頭 由這個譚耀宗 一直數下去 一個個個子女 都是持有外國的護照 不肯該你效法 這個謝檸檬 宣傳 大肆告訴大家 你們已經放棄這個外國的國籍 當眾剪刀你英美澳加的護照 我就說你根本抓了 屌你老闆 李爺爺叫你怎樣去做 為什麼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 大陸裏面都不想 就是你有政策 我有對策 習近平希望不要打機 但是聰明的大陸的網友 就已經想了對策 就是屌你老闆去解破習近平這種暗咎的決定 怎樣這樣 因為大家都知道有一個遊戲叫做王者榮耀 王者榮耀自從屌你什麼 所以阿毛也不知道自己怎麼會開手機 或者是寫短訊SMS 是不是 全部竟然是打遊戲機 明列前茅 還要爆機爆了幾次 搞到騰訊也在找到 究竟這個奇英級的電玩的選手 究竟是什麼家伙要設置他出來 甚至無知能得到 當然就是 阿孫仔趁阿毛睡著了 然後撻描他的帳號 然後上網打遊戲 或者用他的手機去打遊戲 就找到為什麼要有個阿嬸 六十九幾歲都是打遊戲機 會打爆機 比爆機還要達到 這樣的情況 要搞到這些 遊戲的供應商 要想一下 要搞這些GPS定位 人面識別 子毛識別 核實是不是根本就是一個成年的玩家 在晚上深宵去打爆機 當然 甚至有些公司 甚至是想定一群人 你夠三十歲還沒? 沒問題 你有十八歲 沒問題 找到成年人去開戶口 然後賣給小朋友 或者用我這些帳戶 冒充成年人去打遊戲機 打多少個小時就收多少錢 是一門的生意 殺頭的生意 就沒有人做 虧錢的生意就沒有人做 就算被人捉夠了 罰你十多萬 四十萬也好 什麼賤也好 總之我賺到一筆錢 我賺到就告訴你 你料理你罰我 總之我捉不得到 過海就是這個神仙 你有政策 我有對策 有一個實例 甚至 到現在 有些現象也很搞笑 因為你不想讓人打遊戲機 所有的這些伺服器 這些遊戲機的磁服器 到五六天 或者假日的時候 排隊 就是長的 你罵你 老美利亞 排隊的立基流 長長的一條人龍 失誤到慈伏器 就爆了 當然 這樣的搞法 你這樣限制人家去打遊戲機 仍然一定有人想到方法去應解 破解你這種按鈕的策略 早一陣子 又不准許上海的人去學英文 又不准許一些學生去補習 這些補習社會是怎樣的呢 超哥就打聽了他在上海裏面有些朋友 竟然find out在上海裏面的補習室 已經轉型了 不肯再幫小朋友去做補習 就是會幫這些大人去做補習 不肯是你想想邪惡 什麼東西 色情女教師 不是這件事 而是那些苦媽苦爸 就是你不肯讓我兒子去補習 做我自己補習 當他學會了怎樣可以回答一些填充題 怎樣去讀英文 怎樣去誅寫作文的情況之下 學會了就回去 他自己就跟小朋友去補習 你說死不肯死 所以習近平你這個笨賊仔 你以為你是master of the universe He man 是可以你手遮天 說了這樣又這樣 根本就是不這樣 其實現在你知能得到 打擊這個網絡的遊戲 打擊這個手提遊戲的世界 但其實根本就是錯誤的這個做法 是吧 現在當然了 一眾內地的供應商的pairs 譬如騰訊、網絡等等 亦都表態支持國家的政策 堅決支持 嚴肅地去執行 嚴肅地去看待 但是民間裏面根本就是 理睬你四婆 所以民建聯不讀書 亂走出來去 衝出來 亂發表就一定被人吵 根本就不想work 也是錯誤的 你在香港就吵你 行不想通 當然大家都知道 他是忠誠的廢物 只不過是衝出來吃這個甘魚屎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這麼噁心的噁心的例子 認真地看一看 根本就沒有可能這樣做 而這樣做的後果也是非常之深遠 大家試想想 實情如果你打遊戲機 現在已經是成寒成市 就像你試著被黑鬼屌 Once you try black you never turn back 是吧 現在的情況 在大陸裡面也好 香港裡面也好 打遊戲機 這個gaming的市場 已經是非常之蓬勃 亦衍生了很多周遭裡面的這些行業 包括一些電競比賽 周遭的產品 例如Figure Crossplay 衣著 Fashion 文具 禮品 是很龐大的生意 這樣搞法 打瘋殘 只是將一些已經開始要成熟 可以是賺大錢的 這些industry 完全將它們炒瘋 同時之間對於打遊戲機的文化 這些玩家的文化 亦都是令到Figure 沒有辦法再培育一些打遊戲機的電競的身血 或者一些接班人 就出現一個斷層的現象 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對社會對Figure 這個政治 這個 不爭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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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政策 有多麻煩 你想想 出街又說人家黑暴 在家裡打遊戲 你又不爭 你想這些年輕人是怎樣的 這個是要用純情善友 以及 要用一個教育的政策 要這些傢伙 自己要學巧 怎樣可以忍受 怎樣可以把持得住 而在疫情之下 隨時要lock down 這個心癮 令到他找到別的東西 去培養一個嗜好 亦都是不太容易 最好的就是 不要亂想 利用疫情玩政治 搞到人不能出街 不能去develop其他不亂同的嗜好 只要年輕人找到一個興趣和目標 就不會沉迷 去打遊戲機 試問各位年輕過的男網友 當你知能到你可以追求女 你可以約女去街看電影 交流談心 看日落 還可以去開訪的時候 你又已經會不會沉迷去打飛機 當然不會 distract了你的 attention之後 找多了一個directify你的思考 你就不會沉迷去打遊戲機 為什麼香港也好 大陸也好 這些人喜歡去打遊戲機 就是因為你的社會裡面 令到他們沒有目標 沒有了一個方向 在虛擬世界裡面 在沉醉在裡面的成就 而忽略了現實世界的可愛之處 只要你的社會不會這麼多打壓 不會這麼搞到年輕人沒有出路 就自然不會這樣沉迷打遊戲機 是吧 滾賊 又再證明民建聯是笨賊 昂糕的臘賊 就是這個不需要 屌你給我再多說了 當然 我希望李慧琼這些賊頭 屌你老美 你知不知道 減少世界上的一切麻煩 其實就是屌你老母 禁了你們民建聯 世界就沒有了那麼多的煩惱 所以 若要世界和平 就屌你老美 麻煩你們民建聯 自己跳下維多利亞海 別再看香港再搞一陣 天下太平一七頭 看完這麼精彩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支持我們的獨立網媒 讓我們有能力將知識和真相報道給大家 麻煩各位可以數一下以下的Payme 或者轉數大QR Code 幫幫我們繼續撐下去 多謝各位 我會再次看